大家好,我是一炮 想必大家都知道,这两天是S43赛季初 各路神仙体积还到 撞车的概率也是大大提高 这不,龙之内就在昨晚深夜 撞车江湖总教头龙燕华 不过这一把是龙总的戴粉级 甚是可惜 未能与江湖一队畅爽对决一番 话不多说,跟随龙燕华视角进入战斗 龙总教室双座跑车来到四合院 顺便让自由在这边搜寻一下物资 熟悉龙总的都知道 龙总擅长运营,不打没把握的账 所以龙总一般都会把自身装备都完善一下 再进行求打架的机会 龙总也是很照顾粉丝 有啥偶装备都直接标记给对面 我这里有物资 我物资都OK的,全球 你俩过来拿啊 放给三级包 我都给扩容 镜头一转来到A阳这边 龙之内所在的阿诚赤库 并没有给他们刷上一辆四人轿车 这时A阳驾手三轮车前往四合院拿车 幸福有条和看山都一起上车了 不然而养一辆轮车过去的话 等时兄弟几少 你先把他拿出去吧 哼 不行不行不行 哈哈哈哈 不行不行不行 不来 哎,来车了 来车 挺委屈的 拿车的 这一步轮走 以为是什么路人来车空拿车的 没有热肉防备之心 直接干拉松和用空地 A阳停车 甲车库围墙边上 油条马上起烟围墙切口 一口海岛冰茬直接打满状态 骑身后拉围墙切口 一个大跳来到甲车库 秒灯红点斯卡 一波扫射击倒农严华 农严华瞬间反应 一路将A阳打成残星 咱们来到农严华视角看看当时情况 农严华来到围墙边上 手掐土豆雷瞄准冤雾起意 一个这出突然甲车库底下 一人先手打击 农严华瞬间反应 机缘AK还以颜色 最终还是倒地 通过漫方我们看到了 在丢出土豆雷之后 本身还有一个后摇 等到后摇消失 农严华瞬间掏出AK 精准硬碍点开进打击 将A阳打成残血 至于看出农严华的枪法 也是不俗 毕竟是江湖人整教头 枪法流程并非浪德逊 事早再次回到A阳这边 残血的A阳也是赶紧跳回围墙之外 钢点下一摇包 热手边围墙就重复一个小开 毕竟赶紧又回到围墙之内 我又跳回来了 我又跳回来了 杀我啊笨子 最后条手持AK一步左右 闪进要射将其放大 点点围墙 还有一人切枪斯卡 三倍镜精准压枪 拿下终结人头 没了没了没了 没了 这就是他们啊 对对对 不是吧 对是是是 是他们啊 对对对 我等了咱俩 不知道 拿个三摸子 从对话中 我们也是可以听出 农机队在这一次遭遇战中 也是一人猛逼 人群又来死 我又来的车 就碰上了冷嘴 冷嘴的瞬间 反应将会让导致思续 也是实力的象征 尝语点赞 有你相在 喜欢本视频的话 记得评论点赞 叫收藏哦 咱们下期见 拜拜 这个人我没看到他 我那边丢雷 翻进来了 有什么事 我们也没看到他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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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